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高兴甜点的雨淳板娘 还有我们的柏林板板 嗨 大家好 两位非常活泼 但我们很高兴地说 你们两位其实从事这个创业是一个契机 我们来分享当初想要一起做创业这件事情的一个起心动念是什么 起心动念 对 当初诞生这个告诉你甜点品牌 我们甜点品牌诞生就是因为我之前是读烘焙系的 然后之后就有去发饰甜点店上班一年 然后之后就想说跟朋友一起创业 但后来因为理念不合 所以后来就跟男朋友一起 就是他辞职陪我一起创业这样 哇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因为我们在柏林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 我原本是念材料工程学系 然后出来的第一份工作是走研发 然后算是在公司里面当做工程师的 然后我之所以会跑出来跟他一起创业 第一个就是我想说我们还年轻 我们还有时间也有能力 那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好好出来闯荡一番 然后好好就是为自己的人生拼搏一次 所以有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决定 但是虽然说我们旁人也其实有接受到其他旁人的一个可能是阻止的声音 反对的声音 可是我们还是坚持想做自己的一番事业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当初想要成立这个高性甜点的一个 你的经营的理念的动机 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经营的核心是什么 我们的核心呢其实我们是以照就是说我们要幸运的相遇 那幸运的相遇其实就是说有很多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的产品还有客户端就是让他们幸运的碰到 因为其实我们算是一间小店 而且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产力产能其实都不多 那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说我们推出去的东西都可以给有缘人看到 然后他们吃到就会觉得我们的很不错 然后再对他们的来说可以是一种排解负能量 或者是说疗愈身心灵的一种部分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要做高性甜点的这个用意 对 高性有一个谐音 对 没错 是 那很好奇喔 我们的本娘当初在选择我们的产品品项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决定我们产品的一个定位呢 产品定位就是因为我们是想要走中高单的产品 所以定位的部分我们就是选择市场上已经教育好消费者的品项 那因为那时候我也特别热衷于制作马康 所以后来就决定把马康这个品当作是我们的主力商品 那另外一款就是克斯沃亚蛋糕也是我自己比较擅长的品项 那就当成第二款富足大商品这样子 对 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喔 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大家觉得马卡龙它到底特色在哪里 可是其实它在高点上的制作 马卡龙算是技术性蛮高的一个甜点品项 对 马卡龙其实它在甜点里面它算是非常难做 也非常容易失败的一种甜点 因为它需要有漂亮的裙边 然后它的外壳又是要发的漂亮 要酥脆 要酥脆 对 所以就是说它其实成功率不高 就像我们现在已经考了这么多回 但是还是会有失败的几率 对 所以它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你在外面看到了马卡龙 它卖的柜是有道理 因为目标很难达成 是 因为一般消费者可能不懂 其实看起来听起来看起来 是不是脆皮的饼干壳的感觉 因为消费者不太清楚 然后可是其实它的一个制作的核心 本来技术性上面也相对困难 而且其实它的用料 其实也有一些成本上面的考量 对不对 它的成本如果你挑选比较好的原料 它成本其实算蛮高的 对因为我们的马卡龙都是比较没有做添加物 所以它成型上面或者是说在制作过程之中 就会比较繁复或者是繁杂 就是偏古法的一些制作 那这样子做出来的马卡龙会比较好吃 其实口感会比较好 甜度也还会更低 这就是在马卡龙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的确是 那我们来分享 我们在品牌的一个突破上面 就是我们初期推入市场的时候 其实梦想是很完美的 我觉得我东西做的好吃 应该就有人买 可是我们初推入市场的时候 我们就遇到一些困难 对就是打入市场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时候可能想法有点太天真了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去摆过市集 但实际去摆的时候发现 其实陈列跟摆设还有视觉上 要带给人家的感觉 要跟我们产品是有一致性的 大家才会有共鸣说 你这个产品是好的 不是只有产品是好的 大家才会就是来买这样子 所以其实方方面面都要做到最完美 大家才会觉得 这个产品有值这个价钱 才会消费这样子 我们当时怎么样去找 有人给意见吗 就是怎么样去改善 可能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摆摆的经验 那我们陈列刚好提到陈列它也是一个艺术 我们要跟产品相匹配 才能带出它整体的质感 是这么说吗 对 你要分享一下 你要分享我们的产品摆设的经验吗 摆设的经验 因为摆设基本上都是我在调整 然后海报的话 基本上都是它在设计 视觉的 图片视觉的部分 那我们通常 因为我们也是会去问摊友说 你觉得哪一家甜点店怎么样 好吃或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去偷看人家到底是怎么摆的 摆起来会让客人觉得 哇这个好惊艳喔 或是怎么样 后来我们发现 有高低落差跟颜色的配比 还有字体的大小跟高度的设计都是有 就是美感跟讲究 所以我们后来就有统一整体视觉的颜色 然后高度的话也有落在就是 大人的视觉公分 就是120到160公分 就是走路过去 不用特别看就看得到的那个视觉高度 这样子 可能走过去晃过去我眼中就会看到这样的东西 就会吸引它了 那剩下就是我们的一个图片 或者是一些视觉色彩的吸引度了 对 好多细节喔 我跟当初讲说我不是就是到市场摆摊而已吗 怎么这么复杂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的一个产品目前的推广的产品类别是哪几种 产品类别基本上就是三大类 那我们现在就是以马卡隆跟可力路为主打 市集的部分就是这两个是主打品项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客制化蛋糕 客制化蛋糕就是有买过我们的马卡隆或可力路 已经对我们有基础信任的客人 他才会订到比较高单价的商品 就是我们客制化蛋糕这样子 是 客制化蛋糕也有说接收订单 对对对就是他都是要走预定 因为不可能说当年要我做就做得出来 所以就是通常都是提前七天跟我预定 所以基本上都是已经认识我的客人 才会跟我订客制化蛋糕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客制的内容分别是哪些 我们可以客制的内容其实很多元 那比如说公仔或者是手绘啊 我们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来谈谈感性面喽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创业这件事情 如果说除了板板要放下原本的工作 要放弃原本的一个可能是大家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指引 然后选择把它放弃 投入从零开始的一个事业 那走到现在我们经营已经两年以上了 对自己来说你觉得获得 你自己最欣慰的地方 或你觉得最开心的成就感来源是什么 最开心的成就感 我自己 我成过两年了 这也是 我自己的成就感来源就是客人的 称赞 就是客人跟我讲说 这个很好吃 或是 我跟妳讲我妈妈都不吃甜点 但是她说你们这不甜很好吃 就是对台湾人来讲 不甜就是最高的称赞 虽然我到现在还是 甜点吃还是有点听不懂这句 到底什么叫做 就不甜的 就不觉得这是称赞 但是我现在就想说 没关系她就是称赞我 所以就是化为我前进的动力这样子 是 那我觉得板板的心路历程 我的心路历程吗 哪些会让我觉得有成就感吗 就是其实我的成就感的来源 不是说客户的肯定 或者是说别人给我的鼓励 或者说做得好 不是 我的拯救感比较来自于自身 就是觉得说 所有的事情可能都照着我的计划 或者是照着我的安排去走 然后有可能会有意外的惊喜 但是不太会有就是说 就是可能会意料之外的差 或者是比较不好的一些情况发生 就代表说我的努力就是 上天是看得见的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是 有一种 仿佛自己的计划是被市场接受的 对 这种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对不对 不然是我们工科的一个 理想目标 对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 我们的高兴体验点 未来的规划跟展望会是什么 我们未来的规划呢 其实就是想要把 线下的市集 然后搬到网路上去做 因为其实线下还有就是说 这种面交的时候啊 我们的数量跟我们的那个那个产量其实是有限的 毕竟我们只有两个人 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说更多人 比如说远在高雄的朋友 或者是在屏东啊 比较偏向花莲 比较不会来台北 或者是说来桃园 新竹比较北区的市集 那就他就吃不到我们的甜点 那但是网路 或者是说卖货便 这种比较那种 可以无远福借的这种平台 或者是频道 那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就是把我们的商品 然后就是推广给来自各地的大家 对 所以期许是期望我们高兴甜点 可以让台湾的各个角落 有机会都可以吃到的 对 然后他们不用真的到现场来 也可以把我们高兴甜点 推广到每个城市去 我觉得目标很大 那我们努力实现 对 然后最后我们要给创业者建议了 我觉得以自身走过来的一个 亲身实战的经历 你觉得最重要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做好事前的规划 然后要选定好你要走的目标跟方向 然后坚定的走下去 你不要听旁边的人在那边讲53 你就装度放弃 那你就会看不到最后美好的果实了 这样子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创业者最主要的力量 其实是来自他本身的心态 因为常常在就是做一些 因为其实刚创业的时候 自己都不知道老板在做什么 因为平常的话都是别人安排工作给我 那我们就是把事情做完就finish了 但是如果自己是老板的话 常常会遇到自己不会的 或者是说自己不知道要怎么完成的一些情况 或者是说一些学问 那这些东西都需要去开放的去做思考 不要把自己去曲线住 然后去尽力去想尽力去学 然后还有打不败的精神 因为你常常遇到困难的时候 那你是选择逃避还是去跨过它 这个其实就是每一个老板都应该要去思考一下 或者是需要具备的一些特质 的确是哦 我觉得经经验非常的宝贵哦 我们任何的创业 其实很多是从模仿开始的 就像我们一开始在克服事敌的方向的时候 我们需要借由其他前辈的经验 然后去改善调整自己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我们每个尝试都为了让我们自己的一个未来 可以更朝更好的方向去前进 任何的尝试都是需要建立在我们自己不放弃的一个状况下 感谢两位的坚持 辛苦两年 未来我们就朝更远大的目标继续努力 谢谢两位的成绑 谢谢 谢谢